阿洛哈 大家好 我是哲平 好的 又回到我們喵咪大戰爭時間啦 那我們今年呢 終於要來挑戰我們的小紅帽啦 那 聽說我們現在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傳說關卡的最後一關 脆弱性和弱酸性的第六關 剛學會去愛 這關好像就是我們的小紅帽的關卡囉 那目前的話 因為哲平還沒有打過這關卡 所以目前我們就先帶這一隊來去看看喔 那這一隊主要就是有打我們紅色敵人跟我們天使敵人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那個一星敵人跟我們的漂浮敵人的 還有黑色敵人 所以我們來用這套來看看喔 看一下能不能擊敗我們的剛學會去愛的小紅帽關卡啦 那Lost go 剛學會去愛 那其實我現在有840體力 我們可以打個四場來測試一下 到底是不是能夠打敗他喔 那其實哲平真的也沒有打過這個小紅帽 那其實之前好像蠻多人去跟哲平講說 這一關會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我忘記了 抱歉 好 那聽說這關的重點好像就是小紅帽的攻擊距離超長的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可能就是要先疊多一點的貓貓 然後存一些角色出來 阿 果然是小紅帽喔 那這關就是小紅帽的關卡啦 那我們先試打看看喔 我覺得 這關的話小敵人也不會特別的麻煩 那我們就是先努力的疊我們的大狂戰強貓 我們先看一下小紅帽的 蛤?!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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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喔 我剛剛是不是看到莫名其妙的東西 欸 我好像看到 所以小紅帽從那邊就可以開始打我們了 是嗎 所以是這個意思嗎 不過他攻擊的那個速度好像是蠻慢的喔 可是 好像 一下就打到我們塔了 是不是 真的 所以我們這關的話 前面的角色是不會被打掉 所以這關應該是要來一個速攻打法 就是用哈拉姆特或是真田幸村 趕快把我們這些角色給打死 應該是這樣喔 然後 盡可能就是讓我們小紅帽不要那麼快的那個 後面還有翻車魚欸 所以我想一下這關的話我想該怎麼做呢 一開始可能就是要先出一些那個 衝後排的貓貓了 那這邊 我覺得我們塔是可以撐幾下攻擊阿 可是我們完完全全到不了我們小紅帽那裡了 那需要比較強力的攻擊來打我們這個 欸 比較流口水的這個四角動物喔 那 這關感覺就是要打一個比較速攻流喔 不然其實放太久小紅帽就直接把我們打死 而且這關的敵人的話 這隻真的還蠻麻煩的 所以這邊待會要思考有沒有角色是可以直接把這幾隻給打死的 這邊派一下八戒出去看看喔 哇塞 可是這關後面還有黑色的大象欸 所以 哇 該怎麼辦呢 這個 而且我們只要讓我們的小紅帽一直在那邊烘卡我們就完蛋了 所以應該是這樣的一回事 哇 這邊直接幫 讓那幾隻角色沒有被我們八戒貓打到 其實就已經小虧了 那這邊我們只差一下應該就要被我們的小紅帽給轟爆塔了 所以這關應該一開始就要馬上叫出我們那個坦克去前面彈了 所以應該可以叫個那個 大狂爛獅子貓之類的喔 就是努力坦住我們小紅帽的傷害 因為小紅帽這關的話 其實他打不到近距離的敵人喔 那這邊的話用八戒好像也不太行 OK 塔要準備被回掉 喔喔 失去 好的 那我們這邊帶上這套隊伍來打打看喔 因為主要就是用一個比較速攻的打法我覺得就是 先讓我們獅子貓跟我們大狂爛獅子貓先去前面擋住我們小紅帽 然後再派我們真理性春根一些就是比較厲害的貓貓去前面擋著 因為他這樣的話才可以阻擋我們小紅帽就是太快來回我們塔喔 所以應該是這樣子吧 好的 那我們這邊的話一開始可能就要先出我們一隻大狂爛獅子貓喔 先去前面擋的陣線會比較好 那後面再派多一點的貓貓 然後先存點錢 我覺得應該要這樣打會比較好 因為 這邊不知道是不是碰塔 喔 碰塔也沒事喔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 吵一個速攻流打法了吧 就是趕快那個我們的就是 把我們的那個小紅帽頂在這邊喔 因為小紅帽的話這邊應該 就是沒辦法轟太前面的角色 那這邊的話也轟不到我們的塔喔 所以就是去前面把他擋著就沒問題了 那後面的話主要就是有一些角色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就是盡可能先不要讓我們的小紅帽太快前進喔 那這邊就是趕快看能不能 唉唷 這個後面那個四角生物真的很麻煩喔 不過我們還是就是盡量用我們的那個大狂的獅子貓跟獅子貓 去前面擋著 不要讓他前進 這樣他才不會轟到我們的那個塔喔 那這邊的話應該是沒問題 繼續派喔 那我覺得這邊的話如果到時候真的不行的話 我可能就是要派出我們的那個 欸 錢包MX了 不然真的有點難打 你看這邊翻車魚全部都來了喔 那這邊儘管我們一直用我們的那個 大寬獅子貓跟大寬牛貓其實也是不是很有效的一個方法喔 因為我們這邊太耗費錢了 目前來說的話感覺不太能夠把他們給打死 可是盡可能就是把我們的那個小紅帽擋在這邊喔 哇 那邊我們趕快叫出我們的那個強貓喔 這邊感覺叫出我們的強貓應該就可以先擋住一些優勢了 那等下待會的話趕快叫出我們的那個比較厲害的貓貓出來喔 就不要讓小紅帽走到能夠打到我們的塔的範圍應該就沒問題了 啊 這個翻車魚其實也是滿麻煩的 轟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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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只能轟到我們的強貓喔 其實他們有在慢慢推線了 所以 這邊的話還是要比較小心一點點喔 這邊先出我們一隻真言幸春吧 真言幸春 GOGO 衝出去 衝出去 衝出攻左鍵 好 直接先殺掉我們這黑色的小敵人喔 那這邊的話應該可以出我們一隻貓魔 哇 這個大象 嘿 感覺有機會 感覺真言幸春就夠了喔 希望可以再打多一點傷害出來 哇 這邊不行 啊 只能看我們的貓魔了 加油加油 貓魔快跳 快跳快跳 這邊貓魔過去的話呢 感覺我們現在還沒有被轟到塔 應該還是有機會的喔 呵呵呵呵 趕快的把這個 四角生物跟我們大象給解決應該就會滿有機會的 那 這邊其實我們可以慢慢存眼前了 待會的話先掉一隻哈姆特登場喔 好 哈姆特直接登場了 哇 這邊直接被我們的那個 四角生物直接咬掉了 不行啊 哇 那個小人也是很麻煩喔 這邊黑色大象 感覺也不好對付喔 這邊 哎呦 來來來 一下 快把牠打死 來了啦 快把牠給打死 哇塞 後面還有燕子啊 欸 你是在告訴我生求你啊 欸欸欸 雖然這樣 雖然這樣才是王關 可是也不要搞什麼都來嘛 那這邊又有燕子 又有什麼東西鬼的 趕快盡量補上線 不然就要死去了 哇 這邊真的有點麻煩 而且燕子打一下之後呢 我們基本上就已經死掉了 所以這關果然還是要帶個八戒出來 會比較好一點點 這邊趕快繼續用我們的大寬丹獅貓 我覺得一開始用我們大寬丹獅貓 去擋住小貓是可以的戰法 可是後來的話 輸出那些就要再調配一下下了 所以這一次又要白陣啦 好 那照讓哲平自己私底下去 嘗試了一些隊伍呢 終於打我們的小紅帽給打敗啦 好不好 那其實沒有說很好打 那剛剛打完之後呢 哲平是還沒拿到我們的小紅帽 所以待會應該是再打一次給大家看 然後再用我們的寶物雷達來拿喔 那基本上哲平用的是這套隊伍 不過我們這邊的零號機原本是我們卡莉法啦 那後來發現卡莉法好像沒什麼用處之後呢 我就想說把它換成零號機試試看 因為其實那一關比較麻煩的是 除了我們那個會流口水的那個怪物以外 還有我們的黑色的大象跟我們的翻車魚 那主要翻車魚就是盡量用一些就是 能夠坦住我們那個天使傷害的一些角色去坦喔 那中途還會出現我們燕子 所以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那這邊的話我們帶上我們的貓咪貝皮車 其實再初期的話就很夠坦了 那我們再用這套隊伍來打給大家看吧 不過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百分之百贏喔 然後我們順便開個寶物雷達 LASS GO 嗚喔 好 那其實這一關打法一開始 就是要趕快先派我們的小強貓去前面撐著陣線喔 然後就是讓我們的小紅帽先不要走那麼快 那他走不過來之後呢 就是不用擔心我們塔會被他打到 所以就是努力先把他卡住陣線 那這邊的話哲平會可以選擇 叫大家先出一隻美女神啦 或是先出我們的貓咪鷹耳車都是沒問題的喔 因為可以先用美女神來去打一些就是後排傷害出來喔 所以第一波經濟的話我們是可以先 交給我們美女神出來 然後讓我們那個前面的小坦克貓先坦著 因為一開始的話大象他們還不會這麼快出來喔 那如果先用美女神先打出一些傷害的話 是可以馬上就是拿到比較大波的經濟 所以我們待會的話就是到4500塊的時候 就趕快先叫我們一隻美女神出場喔 就是先用我們的小貓給撐著 然後撐到4500塊的時候呢 就叫我們的美女神出場 很簡單吧 是不是很簡單 那待會中途的話比較麻煩一點就是 有一個地方一定要趕快派出我們的坦克喔 因為那邊會有燕子出現 所以待會差不多就是燕子快出來的時候 就是趕快叫我們的那個八戒啦 或是叫我們那個貓俠出去 不然其實這樣很可能就是直接被我們那個 燕子給轟一波喔 因為他轟一波之後呢 我們差不多就要GG史密達啦 OK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選擇第二隻先叫另外一隻坦克 或是叫貓俠都沒問題喔 那這邊的話我們3100塊的時候 先叫一隻貓咪嬰兒車 那嬰兒車出來呢 下一隻我們大概就會先叫我們的八戒或是貓俠 這邊開個貓砲把牠們打後面一點點 那這邊的話就是希望美女神能夠先打出一波傷害喔 那這關比較麻煩就是 小貓就是不能讓牠前進 因為牠那個距離是可以直接打到我們的塔 會比較麻煩喔 那這邊就是努力撐一些坦克 然後讓我們的美女神就是不要被打到 應該就沒有問題囉 這邊來個坡洞吧 可以 這邊一波坡洞之後呢 這邊5000多塊的時候 就先叫一隻貓俠出場囉 因為待會就會有漂浮敵人出場了 OK 這邊 哎呀 我覺得有點慘兮兮 是因為我們貓咪嬰兒車已經死亡了喔 那這邊的話待會來一波那個 燕子攻擊的話 可能會死翹翹喔 而且這邊美女神好像已經慢慢要被打到的感覺了 加油啊貓俠 好 這邊被打到後面去應該是比較好一點點的事情 因為就避免待會的那個燕子攻擊 這邊趕快先用我們的貓砲把牠們打後面去一點點 那待會有錢的話呢 也可以開始叫八戒出來了喔 那盾牆就是記得盾牆絕對不能停喔 來 燕子來了 燕子來了 哇 這波燕子一定要擋住 喔完了 失去我們的 我們美女神又死去了 所以這邊我覺得應該就是一定要先叫我們那個八戒出來 坦住燕子傷害會比較好一點點 OK 這邊的話呢 應該也是可以穩定一點陣線 我們貓俠還在喔 那貓俠還在的話 可是我們其他角色都死亡了 所以就比較麻煩一點點 所以還是繼續用我們坦克陣型來撐住吧 因為貓俠基本上他是可以擋漂浮敵人的 所以他被我們的班車魚打到其實算是還好的 不會太大的傷害 那我們這邊出一隻我們新派的0號機坦克來看一下 他是否能夠打出一些傷害 或是能夠坦住一些攻擊喔 那這邊 我們的貓俠直接打掉一隻大象 讓我們有經濟可以再出一隻美女神喔 所以貓俠 不愧是貓俠阿 這邊開個貓炮讓他們往後面一點點 現在小貓應該是還沒打到我們的塔 所以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喔 哇 這邊0號機感覺好像也不是很優秀阿 這邊的話呢貓俠繼續來製造一些傷害的話 我覺得應該會最好了 可是貓俠好像死掉了是不是 我美女神直接把我們流口水的角色 把那隻角色打掉之後呢 他們就不會再出了 所以前排就會變得比較輕鬆一點點 因為這樣我們就可以直接用我們真情新春 來把大象給解決喔 有沒有看到 這邊直接用我們真情新春把大象給解決之後呢 就只剩下班車魚了 那就是先用我們的美女神把前面的那兩隻的 那個流口水的四隻角怪物給打死之後呢 就可以來針對我們大象做攻擊 那把大象打死之後呢就剩班車魚 那班車魚打完之後呢就剩小紅帽 那基本上小紅帽是打不到近距離的角色喔 所以基本上對我們是沒有任何影響的 所以我們就要努力的打這隻班車魚就可以囉 好 我們這邊成功了 把小紅帽給解決之後呢 就只剩下這隻班車魚啦 那我們應該也是可以直接烘塔了喔 哇 那這隻班車魚直接成功的把塔給包住 所以我們畢竟一定要先打死他才可以打我們的塔 我們可以這邊直接把他烘到後面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準備回塔囉 OK 那我們這樣的話呢 就取得我們剛學會去愛小莫關卡的勝利喔 那這幾角色就是我們貓紅帽咪娜啦 對熊熊老師說了 喜歡貓的女生還比較歡迎喔 就被叛逃加入貓咪軍團的森林女孩系刺客 火箭炮雖然故障了 但還是幹進石途遠距離範圍攻擊喔 那把他撐到10等之後看一下他會長什麼樣子喔 基本上應該是有顏色的吧 喔 果然好像有點土黃色的 那他是認為自己人氣極速上升的交情小刺客 自稱現在的競爭對手是瓦爾基利貓喔 火箭炮雖然故障了 但還是幹進石途遠距離範圍攻擊喔 OK 那我們成功的挑戰我們小紅帽的關卡啦 那他說他會幹掉瓦爾基利耶 所以大家是喜歡他還是喜歡瓦爾基利呢 都可以在以下留言分享給哲平喔 如果你對於這個關卡有一些不錯的打寶 或是一些安全的攻略方法的話 也歡迎在以下留言分享給哲平 或是分享給其他需要幫助的小辣椒們喔 那如果你喜歡哲平的影片的話可以幫我點喜歡 如果喜歡哲平頻道的話可能按訂閱喔 按下小鈴鐺就不會錯過哲平的影片啦 那麼哲平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